看哪一個方式你比較喜歡的 用繽紛好了 按一個人確定 OK你會發現就秀好了 再來的話呢 上面欄位名稱 如果現在秀其實應該也已經你把它save之後 再來秀理論上呢 在我們database裡面的資料應該就可以很快的把它秀在網頁上 不過呢應該會有一點點問題發生 比如說上面欄位名稱 我們來看一下 那其他相關設定要再把它做修改那怎麼修改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秀出來的結果 你會發現呢 剛剛完全沒有寫任何銀行程式 可是呢資料 就可以很快的把它放在秀在網頁上面 那這個對於以往的技術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革新 很大的革新 那背後呢最大的 這一個 齁 連結 這些應該都可以使用 翻頁 理論上應該這樣設定完了應該就可以顯示才對 OK 各位先試試看好了等一下再秀給各位購出來大概類似像這樣 但是呢 第一個 你看完全不用寫任何程式 資料庫的資料就秀上去了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而且這還不是 接下來有幾個問題要解決了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上面的名稱 那你想說如果想要把它改成中文的話 該怎麼改 因為有些設定 基本上呢就是針對那個規律的屬性去做設定就好了 那他的屬性有哪些可以變更的 來看一下首先的話把它先關閉之後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這個規律你把它點選之後 一樣這邊就有個標籤 裡面的話呢 就有一些什麼呢 選項 我們剛剛主要是選擇來源跟自動格式化 再來的話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做裡面的這個 屬性的變更的話你可以 可以